透过视野检查 患者几乎只剩光感 然而更为异常的是 这位女学生上肢收缩压 仅约60毫米拱柱 但下肢竟高达160 从血管摄影检查也发现 双侧颈总动脉多处阻塞 诊断的话是高安室动脉炎 高安室动脉炎的话是一种 比较不常有的免疫的疾病 那它主要的话 它会产生大血管的动脉炎 那这个动脉炎的话 就会产生大血管阻塞的现象 阻塞到情种动脉 所以它的就是上肢以上的话 都没有血管的 都没有血液的支配 高安室动脉炎发生率 仅约30万分之一 属于少见疾病 民众如果发生视力模糊 晕眩 同时手汗脚的血压差异很大 就要进一步就医找出病因 情种动脉的话 主要是支配就是头部以上的 血管的供应 那四成精的话 没有得到足够的血液的供应的话 四成精的乳头就会缺氧 那缺氧的话就会产生水肿 进而导致视力模糊 除了视力受影响 其他则会因影响血管的不同 而出现相对应的问题 最常见的是血管杂音 患部血压无法量测 头昏 头痛等症状 严重者还可能造成 晕厥 癫痫 或中风的发生 待新闻 陈前辉 张正龙 台北新电报导 正龙 究竟 冚